好 随着商业形态的改变 民众要跟世界接轨 除了要有良好的外语能力 还要培养国际事业 花莲县议会 DBCLINE在30后的总质询当中 除了建议县政府 应该要从教育着手 增加县内的英语师资 也要成立国际的事务处 希望花莲能够有更宽广的发展 到复不同国家体验的 确实会拓展孩子的感受和视野 花莲县议会第二十届 第四次定期大会 在30后持续进行总质询议程 首先由县议员迪布斯依赖 针对国际教育及原住民 等多项议题提出建言 对于国际教育的部分 我是认为是说 英语教育或国际教育的部分 其实必须要做一个平衡 尤其是对于扶弱的部分 希望教育处能够特别了解到 就是怎么样提升 整个英语教育的部分 包括师资的来源 包括检测的部分 其实都给县府非常多的建议 那至于成立国际事务处的部分 是希望国际外交 花莲走进世界 世界走进花莲 其实是个重要的子题 如果可以能够把各局处的资源 能够整合 才能够让花莲的国际的 这个部分呢 能够做更宽广的一个发展 那另外对于足语推动的部分 我也非常的关心 足语师资的培育 也是非常关心 那再来是联合封年节的主体性 毕竟原住民才是联合封年节的主体 也希望原型处能够特别注意这个部分 那我质询的其实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议题 尤其是对于教育这个部分 希望家长都能够跟我一起努力 把这个花莲的教育的整个品质做提升 也让多元教育能够在花莲实现 随着商业形态的转变 民众要与世界接轨 除了要有良好的外语能力 还要培养国际视野 花莲县议员迪布什依赖 除了建议县府要从教育着手 增加县内应与失知 也要成立国际事务处 希望花莲能有更宽广的发展 记者许立琴花莲视报导